周一到周五 欢迎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你带来最新的政治解析 跟大学风向 郭董这个出国散心 结果他不是去散心 他搞了半天是去考察 昨天晚上 学习之旅 对 他在这个脸书上po了 他在日本 当然有po一张 他跟这个夫人增心的照片 看起来心情都很好 很闪亮 很闪亮的感觉 皮肤都闪闪发亮 他的po一 他说我跟日本 刚好得知 日本政府从明年的十月开始 低收入户的家庭 零到两岁 小朋友免费入公托 三到五岁的小朋友的 所有家庭 一律免费就读幼稚园 所以他还在讲 他的零到六岁 他还在零到六岁 他就说 所以你看投射过来 那日本做了 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也要继续考虑 因为他说他提到这件 提出这个零到六岁国家养 这件事情 受到了很多的回响 然后最后就是这一局 很有玄机 对 很有玄机 果冻既然身为 中华民国最强外挂 尽我所能 现在不畏名利 只畏理想 持续为中华民国奋斗的果冻 会随时跟他保持联络 只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说 果冻你说 日本可以这样做 踢出来大家听 会觉得说 可见这件事情 好像有那么个影 可能可行 而台湾有没有可能做到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日本其实是因为 他们提高他们的消费税 8%到10% 所以这2%所有 消费是10% 对 增加的2% 他们就作为幼儿福利的裁员 所以他们可以3到5岁 所有的小朋友 全部免费读幼稚園 那我们真的是 就是像民进党讲 说要考虑加税 对 但是其实 台湾不见得要加税 台湾现在有一个状况 因为少子化很严重 这是全国教师工会就建议的 假设说你0到6岁 小朋友公托公幼 不要抽签 就像郭总之前讲的 全部都免费上的话 大概需要800亿的预算 那事实上 台湾有一个很妙的现象 0到2岁 这个所有的政府的预算 是所谓在社福的 是在社会局这一块的 2到6岁之后 小朋友用的钱 就是教育部的经费 所以其实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其实0到6岁 怎么切割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2到6岁的教育经费 成立一个所谓中央教育基金 因为事实上现在小子化的关系 很多教育经费是用不完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挪移一下 就是0到2岁一起盖瓜进来 或许把这个社福费用拿进来的话 说不定台湾也是有这个裁员 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像我今天问到的 不管是催生联盟也好 或是全国教师工会也好 他们都觉得 其实对于郭台铭之前 提到0到6岁 他们很支持 所谓台湾国家养的时候 他们觉得不是不可行 那你我们看看日本的潜力 不管是征税也好 或是挪移其他的这些经费也好 其实在台湾不是做不到 所以郭董可能这到日本之后 又获得启发了 整个人又活过来吗 又活过来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他又带着这个证件 继续参选到底 嗯